台湾正在打造潜艇 这不是增加台湾的威慑力 而是在地缘政治上 产生更大的危险力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33经纬点评 我是David 郑经纬 在今天节目当中 跟各位来谈的就是关于 台湾造潜艇这件事情 大概在两三周之前 看到媒体 当时谈到这则新闻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思考 这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 当然今天要来跟大家谈谈 是台湾预计 其实在去年就动工 找到了这位英国 当时退役的准将 帮忙在全世界招募 各式各样的造潜艇的人才 到台湾去造潜艇 三周之前公布的新闻是说 有七个国家参与了这一次 台湾造潜艇计划 这个是你要怎么想 它是一个所谓的 全世界结合全世界的专家队伍 还是杂牌队伍 这个就不免让人感觉到 有一些些的疑虑跟担忧 那我们今天来解析一下 到底是啥回事 因为理论上来讲 两岸关系在1949年之后 长期处在一种 就做对立的状态 当然在军事平衡上 实际上从早年的两边 这还算OK 到这些年看到中国军力的发展 两岸军力早早已经失衡 台湾这个砝码 在美国的地缘政治上的重量 正在逐年减轻 因为中国在天平的另外一端 正在加码 所以他就重了 对不对 美国就希望把天平再给拉平一点 中美之间再拉平 台湾就像天平上的砝码 对不对 加重量 帮美国这边硬把中国这边给杠上来 好 当然台湾这个砝码 就要不断的卖武器给这个砝码 然后这个砝码重量 有一定的重量 对中国有一定的牵制 当然卖武器的过程中 谁买单 台湾买单 所以台湾过去那么长时间 都是自掏腰包 买武器 帮美国来对付中国 实际上两岸的问题 在这次潜艇的事件上 看得出来更加的复杂 复杂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介入 理论上来讲 两岸的关系 过去一直以来 大家好像有一种默契 两岸有一个默契 就是所谓的海峡中线 这个也没有签什么协议 也没什么正式的 大家什么坐下来谈过 都没有 但是就有一个默契 长期以来 双方的这种所谓军机 都不会跨越海峡中线 海峡中线 就是双方心中的那一条线 就是说你不要过 这是红线 我也不过来 你也不过去 大家就在这个范围内 因为两岸在49年之后 曾经有一段时间 那时候很紧张 在朝鲜战争之后 实际上美国CIA 也花了很大的力气 在台湾成立一家公司 叫西方公司 非常有名 他当时的作业 就是用YouTube高空侦察机 还有送这种 譬如说 什么这种 就是算地下的情报员 到中国境内 进行各项的任务 所以那家西方公司 真正幕后老板是CIA 那时候 就是常常在那种 560年代的时候 都有YouTube高空侦察机 进入中国的里面 去侦测中国的核四报 实际上美国是希望 能得到中国的核资料 对不对 核四报的资料 但是他找到台湾的飞行员 开了美国的飞机 然后进去 万一有问题 美国说这个不是我 是台湾 跟我无关 你去找他 对不对 台湾当时怎么会有YouTube 这个美国CIA给的 对不对 这些飞行员通通都从军中处役 退役了 算平民 更不要说 还有当时有很多敌后工作 开着飞机进去 空头武器 什么人员丢到中国的境内 那这个后来因为计划都不成功 最后就牺牲了不少人 真的牺牲不少人 最后就不了了之 实际上这整个计划 台湾在里面扮演的角色 非常的被动 他实际上一直以来就是扮演砝码的角色 好了 那随着时间的改变中美建交之后 这些动作就停了 这种什么小动作 什么派什么高空侦察机 地下人员 什么都没了 地下那种情报员都没了 因为建交了嘛 对不对 中美这个关系不一样了嘛 美国当时打的牌 他其实还是在牵制中国 这个上面 还是没放弃 台湾这个砝码也没放弃 还是没拿掉 所以各位记得 当年有一个叫做台湾关系法 什么时候呢 在中美建交之后 跟台湾不是断交 他是对是断交 他承认中华民国是唯一的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的中国 然后跟中华民国断交 但是签了一个台湾关系法 换句话讲 他又好像要挺台湾 对不对 他的目的台湾就是那个砝码 但很多人都以为说 你看美国人对我们真好 对台湾真好 我们怎么样怎么样 错 你搞错了 那支不对你好 他其实上用你当砝码 那这一次潜艇事件 又让我有这个感觉 就是又成为一次砝码 因为随着两岸关系 这些坦白讲 从欧巴马冲返亚洲开始 到印太战略 就是一直以来 那到现在的这个拜登 这个印太战略是已经美国现在拍板定案的一个军事包围中国的战略 不会改变了 这个从特朗普到拜登都是如此 那当然最重要的一点 在这个过程中就让人看到美国在加砝码的时候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不断的卖武器卖武器卖武器 那现在在卖台湾什么坦克车 主战坦克卖过 台湾的地形根本不适合坦克车 他也卖 好 什么鱼雷 飞弹 什么最后给什么F-16战机升级 就是他要保持到有又不会太多 那当然潜水艇这件事情 实际上又是一个 我认为又是一个筹码中的筹码 注意到这个最重要的点来了 印太战略实际上在整个过程中 AUKUS就是一个例子 美国签订AUKUS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 卖核动力潜艇给澳大利亚 给澳大利亚 因为理论上来说 美国很清楚 中国沿海的海域非常的大 以中国现在反潜的能力 你要从南海 对不对 台海 东海 你全部要顾上 你现在可能会顾不了那么完全 因为你的海域太大了 你的反潜装备 数量没有办法cover那么多的时候 潜水艇在作战上 就有一定的效果出来了 对不对 那水面上你说 中国现在有什么003 马上就要下水了 大概两年后就要入列服役 还有004 现在前面有辽宁又有山东 这个对美国来讲 虽然你说了 对了 辽宁舰是一个训练舰 山东舰 它的战力不能跟美国福特级相比 那你也不能否认 它还是有一定的杀伤力 对不对 这两天你看辽宁舰很罕见的 一年当中第二次远航 前两天12月中的时候出海了 经过宫古海峡前往太平洋去干嘛 歼15升级版出来了 对不对 这一次出去最重要是歼15 因为理论上到了冬季啊 在远洋海巡上面啊 因为风浪啊各方面啊 实际上条件是很差的 但在这个节骨眼上 一般啊像这航母舰队出去 当然不可能一收了 这是浩浩荡荡 连那个南昌级的护卫 南昌级的飞弹驱逐舰啊 都随行啊 对不对 最新的南昌舰啊 当然还有其他的飞弹护卫舰 还有补给舰 更重要水底还要有潜艇啊 护航 对不对 厚厚荡荡让队伍拉去 年关将界 理论上来讲 美国现在这些很多军队都要过圣诞 过新年的时候 中国啊 第一次一年当中辽宁舰两次远洋 这种远洋啊 不是这远洋训练就有点像 一种作战的概念啊 你是一个全装备啊 所有的弹药油料人员全部都要就位啊 这不是进海大家这样绕一下 两天啊 三年两夜就回家的 这一趟一去啊 各把月啊 出去啊 好 那浩浩荡荡穿过公国海峡 最重要是什么 让所有的官兵体验那种就是冬季啊 这个海上那种巨浪 譬如说飞机的起降 船舰的操作 中间有科目啊 对不对 那这一次呢 带出去的歼15啊 改良版 因为歼15啊 作为中国的舰载机啊 在辽宁舰上面已经得到验证 那当然来讲呢 这个最重要就是听说这一次啊 发动机上面啊 这个改装用了中国自己的国产发动机啊 还有在这个飞弹的这个翅膀底下挂飞弹的这个架子啊 飞弹架已经升级 可以挂那个叫霹雳石空对空的飞弹啊 那更不要说呢 他的雷达前面雷达罩也已经变了啊 形状变了 表示呢 他的雷达啊变得更大啊 这是一张啊 在省飞这个这个机场啊 有人拍到的啊 从这个对比图啊 当然这个可能专家一看就懂 我们看起来就是飞机 但实际上专家一看哎呀不得了 尖十尖十五啊已经有了升级版啊 就表示呢 他为了考量将来在航母上的起降 譬如说003 对不对 明年下水 开始西装到最后人员就位 两三年后 你这些飞行海军的飞行 这种中队啊大队就要上去了 上去你用什么飞机 要很稳定哦 对所有的飞行员来讲 这个飞机要非常的熟练 而且这飞机要很适合 譬如说原先的设计 它是不是属于舰载机 它的在用了一段时间后 有什么需要提升的地方 改进的地方 对不对 听说这一架歼15啊都改完了 那这一次干嘛 带了一大票飞机啊出去实验啊 你在陆地上啊 你可以做一个类似跳钥匙 飞行甲板对不对 那你跳了100次啊 那个跟海上不一样 海上它是摇晃的 那船不是禁止的哦 再怎么稳船还是会有起伏 对不对 那更不要说起飞是难事啊 降落更难啊 对不对 你从那个高空看那个海上的航母 还要找一下 对不对 好像就像你现在弯腰低头 在地上 看看看一个小石头 然后你飞机要降上去 那种心理压力啊 真的他们说跟一般降机场 那个飞行员的压力啊 大概大至少10倍到20倍 就你因为船嘛 你要是 因为简单的讲啊 我们这有点跑啊 但还要讲一下 这个飞机降甲板 要带着油门降 只要你看那飞机每次下来之后很快 对不对 用那个钩子一挂 挂住了 那个力量其实非常快啊 因为你不带油门是不行的 万一呢 你这个角度太高对不对 或太低 你一定要重飞嘛 如果你已经像一般飞机 各位搭飞机都知道 快要进场的时候 飞行速度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越来越慢对不对 从时速 时速哦 每小时大概900公里 700600500 降到200多 就是要碰到碰地啊 触地啊 要降落了 对不对 那战斗机不行 战斗机这样 双棒就要这样降住 不行对不对 一加油门一挺就要飞上去啊 不然要掉海了 所以对飞行员是考验 所以这一次呢 辽宁舰出来啊 也是在测验 整个啊这个中国的 歼15的战斗力 那过两天啊 可能就会看到啊 大概会正式的对外 那讲到台湾 回来回来 讲到台湾的潜水艇 到底这次做潜水艇 美国在上面想的是什么 为什么有七个国家 帮台湾做潜水艇 目的何在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继续战胜 敬畏点评 我们一会见 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回到三三经纬点评 我是David 郑经纬 那今天我们谈的是台湾 这个算是七国联合造潜艇 这个讲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大胆 给我的感觉就像呢 我今天想要一部汽车 但是呢我跑到这个 专门卖汽车零件的地方呢 我开始买零件把所有的零件买回来 我在家里组装一部汽车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性能会不会特别好 持保留 那到底这个耐不耐用 也保留 将来好不好换零件 也很难说 所以呢这个 因为你要知道 这个一般的武器 或者是这个车辆 它是经过一个长年的 不断的磨合 对不对 有人说 不会啊 那个你看那个波音 它用的飞机引擎 都是那些可能是 这个英国的引擎 Rossloid 也可能是这个G1的通用 怎么样 但那个都是经过长年磨合出来的 就是说这个引擎 甚至跟这个飞机的配搭 他们是不断的调整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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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一次我们看到的问题是 在中美领导人 峰会之后 虽然现在看起来 中美之间是暂时的 这个休兵 暂时休兵 没有什么更激烈的 但是你不能否认 中美之间的这种 矛盾 实际上没有化解 只是中美领导人之后 大家说我们现在大家放慢一点 对不对 有一个共识 但你说中美的矛盾 就因为领导人峰会 视频峰会之后就化解了吗 远远没有 对不对 你看中国这两天 好多公司都遭到美国什么商务部的 什么制裁 又这个又那个 实际上看得出来 这是一种战略 战略 不停的战略在挤压 那当然 这个也不能掉以轻心 认为中美领导人 见完面之后 实际上就天下太平 没事情了 当然我想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这一次的台湾造潜艇这件事情 实际上是在2022年的11月 正式对外宣布 虽然说是2016年 当时台湾就有这个想法 蔡英文当时上来 她就想法要造潜艇 但我们事实也知道 台湾这些年 在造这种哪怕是近海的巡防舰 实际上都有困难 军舰跟一般的商船 不一样的地方 一般的商船 除了船身 再来就是推进系统 这很简单 在国际市场上 什么德国做的这种 这个柴电柴油引擎 什么船舶用的引擎 很多很多都可以买 但军用最重要的关键 作战系统 对不对 要有作战系统 还有什么防卫系统 因为你会打人家 人家要打你 你要有作战 攻击的 还有防卫 对不对 中间什么 要雷达 一般轮船 你不需要高尖端的雷达 对不对 我只要在船前头 我知道有没有什么就清楚了 对不对 我不需要 看有没有什么飞弹 什么四面八方 有没有飞机 都不需要 对不对 军舰不一样 那武器系统 刚刚讲 防空系统 雷达系统 光这三样 台湾在最近做巡防舰 就碰到了 有困难 拿不到最尖端的 你拿不到尖端的 你跟人家比什么比 对不对 人家都看到你 你还没看到人家 人家飞弹来了 你还不知道 那你打怎么仗 那更何况 现在居然要做 裁电潜艇 常规 不是核动力 常规潜艇 但是我们讲到潜艇制造 全世界大概有五个 五个区块 五个国家 最厉害的 美国 俄罗斯 中国 这三个有做核潜艇的 在这边 法国 好了 法国也算四个 勉强算一下 英国不能算 英国都是美国技术 好 那再来 常规潜艇 常规潜艇 德国的也不错 法国的 好像没什么特别口碑 那德国的常规潜艇 是蛮有名的 还有一个是日本 对不对 苍龙 澳大利亚是不会做的 澳大利亚不会做 所以全世界 西班牙也有做 但不能跟德国跟日本比 因为潜艇制造 它最难的是 我们刚刚讲 推进系统要静音 要隐形 对不对 还要有强大的攻击力 它的生存力 什么各方面都要很强大 对不对 不然你潜艇的造潜艇的技术 有人说不输给造航母 可能甚至是科技中的尖端的尖端 因为你想想看 现在做潜艇 我们简单讲 潜艇在造的时候 内装的部分 它先做 它是模组化 对不对 做船壳就做船壳 它把这个船身大概分成三或四阶段切开 对不对 船身做船身的 里面的内装做内装的 比如说声拿系统雷达系统 什么对不对 要配什么区 什么区 鱼雷管 鱼雷管什么区 然后这个船身做好之后 像一个桶子 对不对 然后它把这个设备装进去 装进去之后 这四节都装好了以后 把它焊起来 焊接起来 潜艇是这样造 跟船不一样 船是做一个船身 我再往里面放装备 除了引擎那些比较大的 对不对 先放下去 再封甲板 潜艇完全不一样 做法不一样 好 结合之后 这艘潜艇将来修 很难修 主要切开 对不对 一般潜艇 所以要的规格内容 什么一大堆 现在说七个国家 什么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的作战系统 雷神的鱼雷 这个鱼雷是雷神提供 鱼雷管意大利做 然后日本的锂电池 反正这个就是里面一大堆了 声纳的又是洛克希德马丁的 反正还有英国的技术 什么软件 什么声纳软件 反正秘密码的机密 但听得出来 据现在所得到的资料 基本上它是一个 集各国的零件 组合成的一艘潜艇 好了 那我们就讲 好吧好吧 照他们讲 很厉害 2024年第一艘 叫交件了 钱你要交货了 对不对 要总共花160亿美金做八艘 160亿美金做八艘 那这八艘用在什么地方呢 据目前的说法是说 如果中国应该说中国大陆跟台湾 如果有军事上的冲突 对不对 会有登陆舰 要过台湾海峡 那这个潜水艇就去射鱼雷 把它给打掉 这样就不能让它登陆 可是你要知道 一艘潜艇20枚鱼雷 当你射出一枚鱼雷的时候 你往哪跑 因为理论上台湾海峡水深50米 反潜很容易找你 对不对 除非你在那种 因为从地图上 各位看下就知道 除了台湾海峡的东岸 或许可以下潜到600米 300米400米 你才跑得掉 你在平均水潜50米的台湾海峡 好你去射 你射了一枚 人家就盯上你 对不对 你跑不掉了 你死定了 对不对 所以真的给人感觉 这八艘潜艇 有一些军事专家在说 好像是日本当年神风特工队 去就要抱着必死的决心 对不对 这个到底目的何在 这个有没有想过说 你做这些潜艇 你是要贺阻吗 要贺阻的话 你看看 中国有58艘潜艇 对不对 其中6艘是核潜艇 58艘6艘 你做8艘 虽然台湾过去有4艘 但4艘当中 有了2艘已经变训练舰 二战时代产物 另外2艘80年代 1980年跟荷兰买的 那这个自搜应该不计 对不对 好 你做8艘 就算2024交货 那就要问 台湾的海军 有那么多潜艇兵吗 要军官 要声纳的什么 这些都非常专业的人 来操作这艘潜艇 你有没有那么多人才 你以前的潜艇 训练不了那么多人 对 也不能经常出海 好 你现在8艘 一艘一艘出来 你多久可以成军 好 你说没关系 我把新兵找来训练 教他们 教到会要很好操作 又要几年 所以我觉得大概 整个从现在算 10年后 有第一批 真的能够有作战能力 10年后 这两岸关系的变化 这个砝码 美国放在上面 当然看起来 好像此时此刻 台湾已经有所谓的 潜艇攻击能力 平良心讲 这个又是美国的一场大戏 为什么 你要知道 能参与这次 160亿潜艇造舰计划的 都是美国所谓的盟友 对不对 你不是盟友 怎么会叫上你 对不对 来大家有钱慢慢赚 160亿 这只是现在预计的金额 八周造完 一定不止这个金额 对不对 造完了以后 人员训练 要不要钱 对不对 第二 要不要买武器 装备 要不要维修 他总不可能永远不坏 对不对 好 这个没完没了 后面这些国家 各位兄弟们 大家就慢慢的吃吃喝喝吧 这个潜艇能不能打仗 不重要 但重要 我们的军火生意不能断 对不对 大家同不同意 这七个国家都说 同意 对不对 卖 对不对 反正现赚一笔 后面年年赚 改天 说你这个声纳要升级一下 我又研究新的 你要不要升级 不升级 你的可能到明年 他就没了 这个功能就要降下去 因为软件到齐了 反正想方设法 来 钱 对不对 你现在看160亿 十年后 大概最后丢个380亿 差不多 绝对要往里头丢 这是一个无底洞 对不对 只是为了 最后说射一个鱼雷 然后最后被打掉 这个真的是不实际 所以有一些 甚至军事专家 在台湾的军事专家 都认为说 这个是无底洞 花这个钱 实在是不值得 对不对 还不如买两个防空飞弹 放在那边 还有威慑力 你弄了潜艇 人员的训练 维修保养 到最后 效果 极为低 极低 对不对 因为你裁电潜艇 你要做到静音 还要静音 你还要有攻击力 那么简单 对不对 所以这个通通都是美国的一个砝码上面的一个戏 大家在演 对不对 但是美国感觉到要让中国有一定的威慑力 你看我现在给技术对不对 让所有这些军火商卖武器卖零件给台湾来对付中国 但实际上他也知道中国不怕 但是要制造 我美国照顾盟友 对不对 你可以跟所有盟友讲究 你看我美国挺台湾 对不对 卖武器给他 谁买单 台湾人民买单 对不对 160亿 那到底会不会对两岸关系产生影响 那肯定嘛 你想想看 台湾会觉得 中国会觉得说没关系吗 还是不舒服吗 所以随着地缘政治的紧张 两岸关系的微妙变化的时候 美国的介入让事情更加的复杂 也让人更加的担心 好吗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收听收看 欢迎各位在YouTube上面 朋友在下方留言 我们爬到82楼了 我们继续努力 继续努力 继续努力 好吗 我们明天准时空中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